哈喽这里我是阿兴 那么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3mini 128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机器上都贴着有一个标签是无锁的 比如说这一期视频呢搞的是一个无锁的机器啊 都是无锁128G的 然后这些机器的话就不需要卡贴就是卡卡其用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机器的一个机框啊 我们先看一下橙色 这个的话就是边上有一点点掉漆 边框的话它没有那种磕碰 没有那种大磕碰 然后背面的话就一点点质量使用痕迹吧 屏幕的话就我们看一下 它是那种有一点细微的缓痕 像这种比较细微的缓痕 就对这个光线上明显 就这样是这样的状态是看不到的 然后亮屏的话也是看不到的 它就在光线上面会比较明显 就非常细微的这种缓痕 我们看这个也是一点点非常细微的痕迹 这个就比较更亮一点 这个机器的话它还是一个15系统的 然后这个机器充电次数只有两次 基本上跟一个吸引机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比较完美一点的 然后这个也是贵一点点反正 这个是比较完美的 没有那种磕碰掉漆 然后屏幕的话也比较完美 我们看一下这个蓝色的 这个边框的话也是没有磕碰的 这有一点点那种使用痕迹 这个是没有磕碰掉漆 然后尾叉的话都非常干净 这两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二手的标准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的话它的屏幕 这个屏幕就还好 这里有一个滑痕 是一个 你看只要它光线测了一点点 这个滑痕就看不到了 只有对着这个光线才明显 就这场黑屏都是看不到的 就是我买二手机的话就不用去在意这些细微的滑痕 像这种滑痕贴膜都是全部都覆盖的 如果你二手机你要去非常在意这个滑痕的话 你肯定买的就是翻新的对吧 像这种有一点点这种细微的小滑痕跟暗花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这种正常来说贴个膜也盖了 然后不贴膜的话亮屏也看不到 就没人会用显微信去盯着滑痕去看是吧 反正你要实在纠结这个东西 就我是建议你卷买新机的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机器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看看层色 然后这个我刚刚讲了这个是充电两次 它电池效率是一个100的 就基本上是一个准心机来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它电池也是100的 这两个电池是100的话 它充电一个是80多次 一个是100次也是一个100效率的 我们看一下 也是100效率的 然后这机器 价格的话跟游锁差不多 像我之前游锁的这种100电池的亮机 也是出一个1899的 然后这两个机器也是给你们出1899无锁的 为啥是机器跟游锁价格差不多 因为它这个机器是带一个配置锁的 就是一个美国的企业电池机器 可以这么理解 反正配置锁在我们国内是使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就挑过之后 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影响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 你到时候你抹足还原之后 你是要去电脑上激活去挑过一下 然后其他就没有任何影响 而这个就贵一点点 这个就加100吗 这个就2000块钱 这两个就1899 反正也是特价出的 基本上是一个有锁价格了 像这场无锁的市场 这场无锁的 每晚市场还得出一个2200的对吧 这个机器直接干到1899 反正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也就这三个 这种机器货是不多的 然后也不会说有很多货 没有很多货量的 也就这三个我就挑了三个电池高的 就拿回来了 反正给你们做一下有量吧 也就OK 那么这些视频的话就这里 反正机器看上了主要详细联系我 OK